第一段 其實在整個的過程當中 我們聽到女生是幾次 想要跟她分手的 對吧 然後她一哄 就把你哄回來了 我就特別想知道 她說了什麼話 怎麼樣的甜蜜 能把你哄回來 你就不離開她了 我覺得是我自己好騙 我自己比較喜歡她吧 她就說我錯了 你原諒我吧 我以後沒有這個事了 然後對我也好 然後我給我買什麼東西 就大概就這樣就回來了 對吧 好 男生幾個問題 問吧 第一 當我們提到前女友的時候 提了三次 你每次都笑 你在樂什麼 我覺得過去很久的事情了 對吧 再提前女友感覺毫無意義 懂不 你覺得沒事這個事根本就 所以我覺得太好笑了 還跟我說這個事 不是說太好笑了 只是說笑著面對吧這種感覺 笑著面對過去對吧 對 好明白 沒有其他的意思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你連她帶都沒有帶到你的朋友面前 你是如何判斷她和你的朋友們 玩不到一起去的 因為她這個人還是 比較愛吃醋這種感覺吧 對吧 就是你自己覺得她愛吃醋 所以乾脆不帶到她可能會吃醋的地方去 這是你的判斷 好 現在我在整個的對話當中聽到的就是 你覺得你的女朋友 短片當中提到很招人煩 打掃衛生做得不乾淨 每次都是要吃醋的無理取鬧 這樣的一個女生 你就應該離開她呀 今天她提出分手 你為什麼還要拒絕然後來到現場呢 如果你是不喜歡她 那麻煩你跟她分手 你們的感情到此為止 我覺得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 過去的三年謝謝彼此的陪伴 不合適就是不合適 好嗎 這是我對您說的話 我要對女生說 一個人是不是 適合我們窮極一生的去喜歡和托付 不是看她對你好的時候有多好 而是看她對你不好的時候 有多不好 聽懂了嗎 祝福每一位 謝謝 一個沉默的男人 但他感覺到自己的情緒出現問題的時候 他會控制自己 而不是說 我用一種更憤怒更激怨的方式 去針對你 你看你明明知道她會動手 你明明知道她會暴躁 但是你還一次一次去跟她懟 一次一次的去激怒她 一次一次的把她忘 最憤怒要動手那個狀態去逼 你覺得你一直能控制得了狀況和局面 就我不想聽她的 她也不聽我的 對你是不想 那你可以走啊 你可以分手啊 為什麼沒有呢 你看你們兩個人 在面對別人批評時候的表情 都是一樣的 反應也是一樣的 我沒有說你們誰不好 或者說也沒有說你們這種態度是錯的 我只是告訴你們你們這個狀態是一致的 剛才問你們有什麼浪漫的過程 在你們愛情當中 其實你們吵架就是你們的浪漫過程 我相信她這個暴躁的脾氣的養成 也有你的功勞 我只想提醒你一句 這種穩定狀態是可以長期的 這麼穩定下去的 但是如果有一天 她的這樣的一種暴力的傾向 變得不可遏制 那個時候 你真的能控制掉局面嗎 就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來 袁老師 我一點都不覺得你們之間有愛情 你剛才說 我跟她分開幾天我想她 你想的不是她 你說我們分手之後 我只想說 你甚麼已經開來 說人家 我在一陣子對面 說人家 你很樂意 跟你說人家 你平時 可能會認識 對面 你怎麼得認識 真的 還別得認識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